上节课 咱们讲到常用字一 当动词讲的时候 是就是穿衣服的意思 发声第四声 这个例句呢 是就是诗经背风里边 一篇叫绿衣 所以这个例句呢 就是绿衣黄 大家注意这是长 这个就是刚才他们讲的 就是下一裙子 这个大家看的 这衣和长是相对的 就恰恰和咱们上上节课讲的 这个窗户意思是一样 窗户本来是窗和门 户是指门 但是在现代汉语里面呢 这叫 副词偏译 就是本来是两个意思 但是在它发展的漫长过程中 第二个字的意思比较冲淡了 第一个意思突出了 整个这个词只有第一个字的这个意思 窗户 现在咱们说窗户绝对不是说窗和门 而就是指这窗 咱们现在说衣裳 也就是说的是主要是上衣 绝对不是指衣服和裤子 但是在古汉语里边 衣和长是对的 衣是指上衣 长是指裙子 男人穿的那种裙子 这点呢 咱们大家要注意 第二个长字 大家看屏幕 就是这个只字 这个只字呢 它的甲骨文字形也很有意思 它是底下一个横 上面呢是一只脚的形状 就是这么一个一个 然后这么一个 表现一个一个脚 脚直都是的 它也是用三个脚趾来代替这个五个脚趾 底下那是一个道 前面那是一个一个脚的形状 所以表示从这个道开始呢 向前走 所以它的本意 就是咱们屏幕上的第一个意思 就是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比如孟子里边 孟子梁皇王里边有牛和枝 就是牛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这呢 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去在古汉语里边是离开的意思 咱们说现代汉语里边 我去天安门 就是我到天安门去了 如果古汉语里边说我去天安门 那就是我离开天安门 恰恰是想法 那么到哪去呢 那是用知字 我知天安门 那就是我到天安门去 这点呢 要注意 第二个意思 就是当代词 这 此 比如庄子梁皇王里边有 枝二重又何枝 就这两个重子 又怎么知道 又怎么知道呢 又知道什么呢 第三个意思 他 他们 就是代词 比如孔子说的 诗三百 一言以必知 那么一言以必知 这咱现在都成了成语了 就是这个知 就是代表这三百首诗 三百篇 第四 就是得 比如孔子梁皇王里边 王道之始也 王道的开始 这种用法呢 在现代韩语里 还很常见 还有一种用法呢 就是取消句子独立性 这个呢 咱们见到很多 在这就不具体的 说出例句了 这个知字呢 还有其他 很多用法 最常见的 就是这四五种用法 那么第三个常诗 就是刚才咱们 刚讲过的 这个 三项景户 这个项子 这个项子啊 在这个甲国那边 完全就是一间房子的样子 就是 这上边 好像一平一纳 然后下边两树 就是一个房子的形象 然后中间呢 是有一个窗户 就是一个口似的 就是这窗户 所以 这个项子 它的本意 就是窗户 这个例句呢 也就是咱们 这个诗经 冰封七月里边的 这个塞项景户 就是塞 塞住这个窗户 由这个窗户的意思 引出 伸出 朝下 对着 因为窗户呢 它总是朝着一个方向的 所以它是朝下 对着 比如 北向迎焉 就是朝着北的方向 去迎击 这个焉国 第三个意思 是抽象的 这个估计是 假戒 就是说 假戒为虚实的用法 以前往西 向无不为思议 则久已并 这个 这个咱们可能中学 有同学学过 就是柳宗元的 普舍者说里边 有这么一句 所以这个象字呢 在古汉语里也是很常见 在现代汉语里 还是比较常见 但是 现代汉语里 已经没有以前往西的意思 咱们 索性的把 下边这 咱们口中 还要出现两个 称字 咱们在这 一并把它讲了 就是下一段里边 这两个字呢 都在这个下一段里边 一个是 尾字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个尾字 在甲骨文里边 这个尾字 它的形象呢 就是 一画出来呢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一只大象 然后一只手 这个大象的鼻子很长 在甲骨文里 就有一个长鼻子 当然它就 一个线条来表示 它长鼻子 然后一只手呢 就牵着它这长鼻子 后边呢 是一个 非常 简单的线条的 画的这个 瘦的身躯 所以呢 它就用 人手 牵着象鼻子的 这个形状 来表示 做什么事情 这个尾字 那么大家考虑呢 从六叔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尾字应该是 是什么字 应该是会议字 它就用手和大象 这两个东西 来表现 它有所作为 它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是做 所以咱们的例句 第一个就是做 汪使人为官 为官呢 就是做 做这个帽子 战国策里边 第二个常见意思是 是 知之为之之 不知为不知 是之也 这个为前面两个为字 都是是 这个句子 咱们都知了 就不解释了 第三 是戒词 被的意思 公语战 军拜 为流石所重 而叫被 飞来的一个剑 所射重 这是三国志里边 所以这个为字 咱们就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这些 这个为字呢 它用法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在现在汉语里的为 也还是极常见的 最后一个常用字 是还是这个 这个下一段里边 就是采图新书 这个图 就是如火如荼的 这个图字 大家看这个图呢 和这个茶叶的茶很相似 就比茶字多一盒 这个图字呢 大家看的是 它的部首是茶子头 所以它肯定是一种植物 所以这个图的本意 就是一种苦菜 一种苦菜叫图 诗经背风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 谁为图苦 其甘如祭 谁说啊 这个图啊 这苦菜很苦 它甜的像祭菜一样 这个祭呢 是指祭菜 第二种呢 就是从这个苦菜 引申出痛苦 而万方百姓 服忍荼毒 这个 图毒各一块 当然是残害的意思 又引申出残害的意思 但是图本身 它是苦痛苦的意思 第三个意思呢 是指茅草的白花 它又不是苦菜了 是茅草的白花 这个例句呢 就是如火如荼 它的最早的来源 是来源于国语无语 就是令万人以为风震 就是军队 用一万个人啊 摆成一个方阵 方阵 接白 白长 白衣 白旗 就一身啊 都穿着白的衣服 然后打着白旗子 望之如荼 你从远处一看 就像 开着这个白花的茅草一样 一片都是 白的 左军一如之 接赤长 赤旗 都穿着赤颜色 红颜色的 打着旗子 也是红颜色的 望之如火 所以咱们现在 成语叫如火如荼 这个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如火呢 本来说 它那个颜色像火一样 红的 如荼呢 是说像它白的一样 但是呢 由于它这个 声势浩大 所以呢 现在就引申出 这如火如荼 就变成这个 很兴旺的意思 七月这篇里的 这个五个长字呢 咱们就简单 给大家介绍 到这里 下半 咱们继续看课文 六月十遇及遇 七月烹溃及书 八月秃早 十月霍道 唯此春酒 已戒没兽 七月十瓜 八月断壶 九月书居 彩图新书 四我农夫 这个呢 还是讲的 在什么月份 吃什么东西 所以它这个 确实反映出 古代很多的 农事活动 和这个 时令结合的情况 六月十遇及遇 这两个发音都是遇 要注意呢 这个呢 都是指的是 这个植物 这个第一个玉字呢 是指的是 李子 野李子 就和李子差不多的 第二个玉呢 是指的是野葡萄 第一个玉字 大家注意 这是繁体字 如果写成 简体字的话 就是忧郁的郁 这个 我们现在 一般本科考试的时候呢 考试题里边 第一题呢 都是把繁体字 改写成简体字 七月 喷葵 及书 葵 及书 书呢 是指 这个 大豆 主席有一句 毛毛子东 有诗词里边 喜刊道书前冲浪 遍地英雄下西烟 就是 这个书就是指大豆 这个葵 在这指的 不是像是葵 而是菜名 是一种 重要的 古代的重要的蔬菜 八月铺枣 大家注意 这个波子 在这是铺的意思 就是铺 就是铺打枣的意思 这个现在 因为枣很高 现在也还是 一般都是拿竹竿去打 在古代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铺呢 就是 打的意思 十月祸到 就是收获 这个 水到 所以 这几句 可以这么翻译 六月 野里 葡萄肠 野里就是 野的里子 野里葡萄肠 这葡萄 其实也是野葡萄 七月煮葵 烧豆汤 这个葡 我再说一遍 是一种蔬菜 八月里来 打枣忙 十月收割 稻米香 下边 为此春酒 以戒 梅寿 为 刚才咱们讲了 是随文生意 所以在这 下边既然是酒 所以 这个为字就 可以理解为 是酿酒 酿这个春酒 这个 所谓 春酒 指的是 以 稻子 水稻 和 枣 为原料 所以上文 说的是 打枣 收稻子 所以下边 就是 用这个枣和稻子 做这种 做这种酒 那这种酒 是冬天酿造 冬天让它发酵 然后经过春天之后 才能成为真正的酒 所以叫春酒 以戒梅寿 这个戒 先说梅寿 梅寿呢 就是 寿呢 就是长寿 梅寿呢 就是 还是指着 长寿的老人 因为这个人 到岁数大的时候 他在眉毛 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得越长越长 这个 所以咱们大家看 那个寿性老 画的那个 图上画的 他不但 头发很 很 这什么 而且这个眉毛 从这非常白的 一直垂到 这个脚底下 非常白的 他当然很夸张了 但是呢 这也说明 这个人的 这个生理变化 确实是这样 就岁数大了 他的眉毛 就会往长了长 所以这个梅寿 就是长寿的 长寿老人的意思 这个戒 是帮助的意思 戒是帮助的意思 以戒梅寿 就是用这个酒 来这个助寿 所以 这两句 可以 翻译为 把它酿成好春酒 就是刚才说 这打枣喝 稻米 把它酿成好春酒 祝贺老人 寿命长 七月十瓜 八月断壶 十瓜 十瓜呢 就是指这个 瓜类 断壶 这个壶呢 就是指的是 这个户子 就是户刮 就刮的一种 葫芦科的植物 九月书居 采图新书 似我能书 书居 这个居 指的是 这个大麻的瓷珠 可以接籽 接受的那个麻子 可以吃 书 在这是摘取的意思 采图新书 图 刚才咱们说了 这个图呢 是苦菜 这个新书 书呢 是指的是 臭春树 书 臭春呢 就是和乡村长的一样 但是那味儿 是臭的 这个咱们可能 大家都见过 这个彩 彩子很容易理解 新 新呢 大家看呢 它是一个草子头 所以 它本意呢 就是 就是柴火的意思 柴火 所以咱们现在 这个 成语 后来居上 后来居上 其实出自史记 史记啊 就这个 急正列传 里边就 就这么一句啊 说陛下 用群臣啊 如鸡心耳 就说你用人呢 像堆柴火一样 后来者居上 大家想堆柴火 你先到的 肯定是在下面 越后来的 越越往上堆 啊 说陛下 您用人呢 就像堆柴火一样 后来者居上 啊 越后来的人越吃香 啊 他其实不满意 啊 还有一个成语 叫杯水车心 啊 就是 一车的柴火 着火了 啊 你用一杯水 去灭它 那肯定是 这个徒劳啊 就是根本起不了 大大作用 啊 所以这个心呢 本来是名词 啊 但是在这儿 是 这个 本来是柴火的意思 在这儿砍柴火的 就砍的意思了 啊 这个用无动词 所以是砍抽春 四我农夫 啊 四呢 在这儿是始终用法 给什么什么吃 啊 在这儿是指养活 所以 最后这几句 啊 可以 这么翻译 七月 采摘各种瓜 八月 葫芦 也摘瓜 九月 马子 好收藏 采些苦菜 砍些柴 农夫 用它 做食粮 这个呢 也说明了 当时那个这个 生产力比较低下 这个农民的生活水平呢 这也是 非常差 他吃的呢 都是这苦菜 和这个 一些 就是很粗糙的食物 下边一段 九月 筑长湖 十月 纳河架 鼠季 同路 河麻 书脉 绝我农夫 我家季同 上入 职工工 咒儿一毛 孝儿所逃 极其成物 其使播白骨 九月 筑长浦 古代 这个打骨肠 和这个菜地 用同一块地 就是 夏天的时候 就让它做菜地 到秋天的时候 就把这个菜地呢 就 就变为这个打骨肠 所以呢 到九月的时候 这个菜地 就改为 打骨肠 十月 纳河架 这个纳 就是收入的意思 把粮食 纳入 骨仓 河架 在这指一般的 粮食 古物 庄稼 蜀 蜀 蜘蛛 蜘蛛 河麻 疏脉 就是各种各样的粮食 蜀 蜀 蜀指的是黄米 蜘 指的是高粱 铜鹿 这个虫字在这念铜 铜铜鹿呢 指的铜指的是早种晚熟的骨子 鹿指的是晚种早熟的骨子 河麻 疏脉 河 在这儿 钻指小米 输 刚才咱们说是豆子 麻 麦 这些都好懂 所以在这儿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 它就是收各种各样的庄稼 用这个蜀铜铜铜鹿和麻书卖 来表示 这个庄稼的品种 繁多 这几句可以这么翻译 九月住好打鼓肠 十月庄稼 收进仓 骨子黄米加高粱 树麻 豆麦 分开放 树就是 这个小米的那个 树 就是一个西字 一个米字 树麻 豆麦 分开放 骨子黄米加高粱 树麻 豆麦 分开放 所以这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绝我农夫 我嫁季铜 上入职工工 虽然是丰收了 但是呢 农夫的命运呢 并没有因此而改善 绝我农夫 这绝是叹息的意思 我嫁季铜 这个嫁呢 是指庄稼 季铜 这个季 跟大家说过 这季就是已经的意思 季铜 这个铜又是会合的意思 集中在一块 上入职工工 上 通这个上书那个上 就是还要 职就是执行 公工 这个工 第一个工 就是指贵族的房子 第二个工是工作 所以 这两句可以这么翻译 叹我农夫命里忙 我们庄稼刚收完 又要服役修工房 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 זה什么事 这叹我农夫 我农夫 这种 proud 我农夫 我是一 novel 我农夫 我农夫 是这个